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让我们以下的时间安静下来 来到主的面前一起聆听上帝的话语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耶稣的特责 先听一听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至二十六节 第十三节 弟兄们 你们蒙照是要得自由 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 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 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 这一句话之内了 你们要谨慎 若相咬相吞 只怕要被此消灭了 我说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 圣灵和情欲相争 这两个是彼此相的 使你们不能造所愿意的 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 就不在律法以下 情欲的事都是显移而见的 就如奸淫 护慰 邪荡 拜偶像 邪述 仇恨 仇恨 真敬 忌恨 恼怒 结党 奋争 异端 贼道 醉酒 方宴等类 我从前告诉你们 现在又告诉你们 行这样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 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 喜乐 和平 忍爱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这样的事 没有律法禁止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 连肉体的斜情私欲 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 就当靠圣灵行事 第二十六节 不要贪图虚名 彼此野气 互相质度 史考特是英国陆军队的一名忠士 在阿富汗他经历了一次 充满挑战性的战役之后 他的精神完全崩溃 他回忆说 我觉得自己就好像自身在一个四面黑暗的地方里面 但是当他认识了耶稣之后 并且开始跟随主呢 他的生命就彻底改变了 现在只要一有机会 他就会和人分享基督的爱 尤其是那些和他一起参加勇士不拜运动会的军人 这个是一项为受伤的现役和退伍军人所举办的国际赛事 对史考特来说 阅读圣经 祷告和聆听敬拜音乐 能够使他在比赛之前有更好的状态 接着上帝就帮助他在比赛中就反映耶稣基督的特质 他会向其他参赛者展现基督的恩慈 温柔和仁爱 史考特列举了士图保罗提到的圣灵果子 当时保罗写给加拉太信徒 因为那些信徒受到假教师错误教导的影响 所以保罗就鼓励他们 要忠于上帝和上帝所持的恩典 正如加拉太书五章十八节所说 被圣灵引导 如此一来他们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 就是二十二至二十三节所提到的 仁爱喜乐 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我们要知道恩着上帝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也会拥有圣灵的良善和慈爱 也能够以温柔和恩慈对待周围的人 各位朋友 上帝如何帮助你结出圣灵的果子 有哪些做法能够帮助你 与上帝的心意保持一致呢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提醒我们说 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喜乐 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要请你我们一起祷告主 赐生命的上帝 好多谢你赐下圣灵 求你让我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 好让别人得到逆处 奉主命求 阿们 灵良透视 在加拉太书 保罗警告读者 要防备一种错误的教导 就是 外邦信徒要遵守摩西律法 这个正正是 初代教会中 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 当时有很多人难以理解 外邦信徒 为什么不需要遵守 上帝律法的要求呢 例如 受割礼 但是保罗就辩驳说 在上帝的计划里面 摩西律法是非常重要的教导 不过 却是暂时的 因为律法不能够叫人 胜过罪恶 唯独主耶稣 才能够使到众信徒得适防 并且赐给他们能力 让他们可以 被圣灵引导 活出爱的生命 如果今天的讯息内容 能够帮助你 并且得着鼓励 邀请你可以点赞 并且转载 和其他人分享 或者登记成为我们的读者 定时收到 灵命日良的最新影片 愿上帝慈福如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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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